8月6日,歌手颜爵写新专辑《好的情人》在京举行发布会 活动当天,有细心的记者发现 整场活动,颜爵几乎是纸巾不离手,汗水不停流 让人十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我在高中实习的时候,有一次去冲浪 然后呢,冲太远回不来 然后我就在海上面漂浮了四个小时 然后整个脸被晒到大脱皮 然后之后我的脸部,就是其实我流汗都是先从脸开始 就我的脸一碰到光,它就会爆汗 既然身体健康事业有成 那她的终身大事自然也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小的是,公司似乎也操心严绝的感情生活 当天还特别准备了七大女神的人形力牌,让她挑选 我其实一直很欣赏S姐 对,那她是一个我觉得现代女性一个模范 对,妈妈做得很好 事业也非常非常棒 然后为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在乐坛,严爵绝对算得上市前辈了 不过面对频频涌现的选秀节目中 激流而上新人,严爵又是作何感想呢 我觉得很高兴现在有这么多的节目 这么多的平台,让真的很会唱歌的人 可以让全国人看到 对,那有机会的话 因为我除了歌手之外 我另外一个身份是制作人,而且现在也有开一个制作公司 现在少打一下广告 叫绝对制作 严绝的绝对舞的对 那这些新人,你讲的这么会唱 我非常期待以后有机会跟他们合作 帮他们制作 库里的北京报道